企業家其實都有一本自己的政治學 你在台灣如何生存 有些企業家 他是可以完全不甩台灣的政治人物 如果說他的企業 其實不太需要官方的 就是說不一定是照顧 就是說有時候要看官方的臉色 不能夠得罪官方 有些企業家 他可能自己本身的意識形態 非常的鮮明 譬如說顏凱太 他就是一個很大 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深藍的 所以綠的也不要有幻想 他的表態是非常清楚的 當然也有那種意識形態 很深 很深綠 然後很支持綠的 我覺得更多的 可能就是一般的務實的企業家 這些務實的企業家 他們第一優先 當然是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順利 他自己的投資能夠順利 那麼這個民不與官鬥 有時候大家看到很多的大財團 大企業好像很威風 可是民不與官鬥 如果說政府要給你刁難 要難過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難過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的原因 就是說大家講到很多的這些企業 高雄正是一個惡名昭彰的例子 我說的是過去民進黨的高雄市政府 包括譬如說一大集團在內 我們聽到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這種 不配合 不力挺的話 就會有各種的刁難 就會有各種的麻煩 對一個企業來講 我剛剛講了 民不與官鬥 有時候你幾百億的投資 就變成了廢鐵了 所以我不知道像陳希麥說的這幾家 有幾個是真的跟他有交情的 還是說只是要不能得罪官方的 或是什麼樣的 像日月光就有一半一半 我也不敢說得太白 但當時他們也是因為要被罰 所以趕快跟高雄市政府交好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有時候企業是需要有企業良心 但有時候企業在台灣也很難為 譬如說很有名的就是趙騰雄的例子 我覺得這兩邊都要有責任 但趙騰雄的意思又說 我如果不行賄的話 我講的不是巨蛋 是桃園的例子 意思就是說 當政府官員要求他給錢的時候 你作為企業的你到底要不要給 如果你不給的話 你可能更麻煩 你可能要賠更多錢 有時候對企業來講 就覺得那就花錢消災 這次都已經牽涉到犯罪 如果沒有犯罪情形 平常選舉的時候 政黨都很需要錢 政治人物都很需要錢 你要不要捐 這不是捐而已 你堂堂一個這麼大的企業 你要捐多少 對方才會覺得你有誠意 這些其實我覺得 對台灣的企業家來講 我們以前在看陳水扁的 陳水扁王朝的故事的時候 最精彩 這些企業家怎麼樣跟扁嫂互動 很多皮箱 然後我就說的 你送的珠寶 你送的錢不夠有價值 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把我對不對 拿就換 看成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企業 出問題的時候 其他的企業家 都會出來幫忙發不平之名 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們就是好好的做生意 在商場上 我的生意是不是能夠成功 是靠我的本事 或者是靠我的運氣 政府其實能夠幫的忙很有限 但是政府如果要拐我的話 政府要打擊我的時候 我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企業 當然就是與人為善 或盡量低調 我第一個 所以我在想說 我不輕易的幫任何企業掛上 說這個就是綠的 這個就是藍的 有時候其實他們只是一個 求生之道而已 他們有他們的不得已 或者是說 你現在換民進黨執政了 很多工總的大佬們 我也不覺得說 大家就說他們因為是藍的 所以今天就對我參議院 英文不客氣 要求我怎樣講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 有很多的企業家 他的企業夠大的時候 他對投資環境 他是有他一定的看法的 他對這個環境他是有了解的 像以前王永慶在的時候 不是很喜歡 外運輸等等的 他其實是對這個 企業的投資環境 他有他專業的看法的 那麼他會給政府建言 不是說政府要照單全收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給企業家 一個友善的環境 而不是一個讓企業家 隨便的環境 就是說任由企業家 怎麼樣予情予求 當然不是這樣 可是你也不能讓企業家 要投資的時候 望之卻步 那這些東西就 因為現在是個全球化的世界 他不在台灣投資 他可以在很多地方投資 他不是非來台灣不可 但是對於台灣的感情 對於台灣的方便 台灣的一些優勢 他們願意在台灣投資 所以在高雄 我覺得今天韓國瑜也是一樣 起碼他帶動了一個風 這個風是很不同於 過去一二十年 是要求政治正確 政治先正確 再來談經濟 那韓國瑜起碼非常強烈的 給他一個很強烈的message 政治正確不重要 笨蛋 問題在經濟 不要再搞這些無聊的政治 搞得大家烏煙瘴氣的 我們全力的來拼經濟 高雄人需要榮景 高雄人需要工作 高雄人需要賺錢 企業家當然高興 當然希望說 不要再拿這些亂七八糟 我們不懂的政治來要求我 我只想好好做生意 好好賺大錢 如果有一個友善的政府環境 他們當然是很樂意跟他 我甚至於覺得 這也是一個突破藍綠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企業家嘴巴不講 有時候嘴巴也是講的 實際上講的 他們對所有政治人物 他們都接觸過 也都拿過他們的錢 我是說政治捐獻 他們也心裡都知道 是哪 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是什麼獲色 是什麼樣的咖 只是他們也不好意思講 對不對 所以都在 所有的政治人物面前 好像矮一劫 我覺得這些也是非常 不正常的現象 那韓國瑜 create這樣的一個氛圍 這樣的一個環境 何其容易 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應該要好好珍惜 這樣的一個環境 看能不能鼓勵 大家對於台灣 尤其對高雄 這樣的一個地方 有更大的信心 我只補充一個 就是李鴻元說 到時候市長到下水道不用遊 他可以走 又可以走 以前馬英九去走過 很有名的 最早走進下水道是沉水扁 對 所以說其實因為台北市 鋪得非常的好 所以台北市不會積水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台灣有很多 其實不是因為像海岸線那邊 像嘉義 雲林有些地方 因為海岸線那邊過低 所以海水倒灌的淹水 它其實台灣很多都市的地方 它是積水 所以是因為你的排水系統 做得不好 是因為你的那個城市 不是一個海綿城市 所以他講這個下水道 我是非常贊成的 我也認為 因為以前的政治人物 放煙火大家都會看到政績 半晚會大家都會看到 下水道沒有人要坐 然後如果不淹水 大家也覺得理所當然 也不會因為這樣就感謝你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的確是台灣的城市的品質 提升了一個非常根本的基本功 所以我也支持韓國瑜好好幹 對 陳菊一直都對高雄市的民眾講說 他的招商非常的厲害 簽了多少的MOU 可以創造多少的工作機會 可以創造多少工作機會 每一次的市政報告都是這樣子 但是每四年 四年結束的時候 還是一樣 市業率還是很多 對不對 高雄市的這個中低收入戶的 這個多到12萬的人口數 其實它是等於是六都裡面最嚴重的 所以高雄市的經濟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是沒有更好 只有更差 所以像這幾個廠商 我舉例這個日月光是惡名昭彰 在全國來講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的確他放了廢水 到了後進溪就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因為他沒有通過申請 但是請問一下他前面有沒有申請 後續現在大家再來談到這個問題 其實就很微妙的 就是從來沒有人去檢討 就是說日月光這麼大的一間公司 為什麼他不按照合法程序來申請 怎麼沒有人問這問題 是不是 為什麼他要去偷牌 他有兩個管 一個是海放管 一個是核放管 如果說他海放管 中央都承認說他海放是合法的 為什麼核放不能合法 但是沒有人知道 他其實也去申請 但是高雄市政府遲遲沒有准他 一家公司他能夠容忍 就是說他裡面的這些 含有酸性的這些廢水 能夠放多久 如果放到不能放的時候 他要不要排 政府都還不准他 那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偷牌 高雄市政府那時候為什麼不准他 然後去檢查他排的水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當然這中間前面有很多的傳聞 例如有人說過 譬如說是不是政治獻金 有點不太夠的問題 類似有人談過這個問題 但真的這個已經沒有辦法查 但是回頭再看 怎麼那麼巧 當他偷牌的時候 外面就有人等著他要開單 真的好巧 好 沒有關係 這間公司真的是從善如流 因為後面他又做了一個廠 那也是專門處理他們的廢水 污水的 然後之後就變成了 一般的可以排放標準的水 在排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陳菊市長非常的賞臉 他到現場 就是等於他排放污水的處理場 他到現場的時候 他就喝了一口那個水 但是很抱歉 他其實他不符合飲用水標準 他只是排放水標準 請問一下他喝的那杯水是什麼 事後我們就打電話跟他問說 這水不能喝 市長到底喝什麼水 他說沒有 市長是喝旁邊的礦泉水 但是新聞裡面沒有講說 他喝旁邊的礦泉水 只是說他在那裡喝了一口水 是 那是不是表示就是說 其實他也幫日月光 做了很大的面子 從前面的那一種樣子 到最後給他那麼大的面子 真的張前生也就夠了 就是說他的事業 可以在高雄市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底下 他依然可以存活 表示其實真的就是說商人 在這一方面的這個 這個彈性是很大的 非常的大 所以選前可以挺陳其邁 現在都挺韓國瑜也沒問題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覺得他挺韓國瑜 他可能會覺得更開心一點 因為市長他曾經說過 他開大門走大陸 讓所有的廠商可以進得來 而且投資的部分 他一定是當投資小組的召集人 希望能夠在招商上面 能夠有好的成績 有一次我去見他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現在來高雄市 談的國際間的投資公司 其實非常的多 國內其實也有 在電視媒體上面曝光 我們不斷的看到 就是有那種什麼 100人以上的什麼 上市櫃公司的老闆 來到高雄市 還有國外來的 各式各樣都有 市長就講過 他無所求 他真的只是希望 高雄市這塊地有很多人進來 而且能夠真正的 為高雄帶來財富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的確跟以前的環境 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再拿一個例子來比好了 高雄市其實有一個 跟陳菊非常友好的一家集團 他們有經營一個叫做 漢神巨蛋的百貨公司 好 那你就不用講一個集團 好 某集團 這個我在講 漢神巨蛋是這樣子 當時的確在那個 時空背景裡面 我們蓋了一個巨蛋 然後又蓋了一間百貨公司 其實去支撐他的經濟的 整體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當時的合約裡面 事實上第一 沒有權利金 第二 他的稅金繳出來 其實就只夠繳我們的地價稅 所以對高雄市來講 其實已經是賠錢 在做這件事情 為了要讓他能夠蓋得起來 但是到了前兩年的時候 漢神巨蛋的營收 已經到達了100億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來 就說既然這樣子的話 應該要做點回饋 因為跟當時的合約內容 已經不一樣了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再來談一談 但是從我們的新聞局 到市府的內部 一路上面 從我們提出來之後 從來沒有人要談這個問題 我們講了這件事之後 他們就這樣子鴨雀無聲 所以對於這樣子友好的廠商 其實對於在高雄市來講 其實就是我覺得他 大概不會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現在會繼續要求 韓國瑜市政府跟高雄巨蛋 要一點權利金回來嗎 那當然要 是不是 我覺得像這樣子 是一個企業責任 他當他賺錢的時候 他應該要回饋給社會 做一點事情 這是應該要的 所以不論是怎麼樣 這個標準是 全部開放給所有的廠商 讓他們知道高雄市的投資環境 是友善的 他不會用其他的方法來讓你 是在一些本來應該合法 變成好像不合法 像這種我們也遇過 譬如說我們的朋友 在工業區裡面 買一塊合法的土地 然後蓋一個合法的廠房 但是他拿到使用執照 就可以拖三年 像這麼長的時間 他損失了 從日本來的訂單 大概有7億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情形 他對於高雄市自己內部的廠商 他都不照顧 他只在乎自己人 他對於就是說不是自己人 然後是自己的市民 他真的有那麼在乎嗎 我期待就是說 韓國瑜市長 他上來當市長之後 讓所有的這些應該要開放 甚至應該要更友善的 面對所有的這些投資人 讓他們能夠進得來 然後讓高雄好好的經營 只要是這種 應該要給他的配合 合法的部分 都應該要全力去協助他 那些財政下 在乎上 本身也擺在乎 本身並不是 不仁甘 然後 好 請 請